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优越感来自于内心的自信和对自我的肯定 而不是通过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 这种内在的自信和修养才是真正层次高的表现 拥有强烈优越感的人往往是内心空虚和不安的表现 他们需要通过外在的认可和赞美来填补内心的缺失 这种行为模式既不健康也不成熟 相反 层次高的人不需要通过外在的认可来证明自己 他们有强大的内心世界 能够自我满足和自我激励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优越感强的人是一个空心的苹果 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 但内部却是空洞的 而层次高的人则是一颗扎实的像石 外表平凡 但内部却充满了营养和力量 因此我们要学会识别这两类人 并选择与那些真正有内在层次的人相处 而不是被那些表面优越的人所迷惑 识别优越感强的人并不难 他们通常在与人交往时 会表现出极度的自信和自我中心 喜欢谈论自己的成就和优点 并且对他人的意见和感受缺乏耐心和尊重 他们会不断地强调自己在某些方面的优越 并且常常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 反观层次高的人 他们在与人交往时会表现出谦虚和尊重 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他们不会刻意强调自己的优越 而是通过实际行动和内在修养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他们懂得如何与人和谐相处 并且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适度表现自己 优越感强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这些行为往往让人感到不适合压力 他们常常贬低他人通过比较来提升自我价值 在工作场所 社交场合甚至家庭中 他们的行为都会表现得极为明显 首先在工作场所中 优越感强的人经常会试图显示自己比同事更为优秀 他们可能会在会议中不断插话 强调自己的意见是唯一正确的 并且对他人的贡献视而不见 他们会竭力炫耀自己的成就 无论是完成了一个项目还是获得了一个奖项 都会反复提起 期望得到上司和同事的认可和赞美 这种行为不仅让人感到反感 也会损害团队合作和整体效率 在社交场合中 优越感强的人通常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他们喜欢谈论自己的成功故事 无论是学术成就 职业成就还是个人生活中的亮点 都会被他们反复强调 他们可能会在聚会中大谈特谈自己的豪华假期 昂贵的购物经历或是其他让人羡慕的生活细节 他们会贬低他人的生活选择 试图通过比较来显示自己的优越 这种行为往往会让周围的人感到被贬低和不被尊重 从而对他们产生反感和疏远 在家庭中优越感强的人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显示自己的优越 他们可能会不断强调自己的付出和贡献 要求家人对他们表示感激和敬仰 他们会对家人的意见和需求缺乏耐心和尊重 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他们甚至会通过控制和操纵来维持自己的优越感 这种行为会对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和家庭和谐造成严重影响 总之优越感强的人在各种场合中的行为表现 都会让人感到不适合压力 他们的行为方式主要是通过贬低他人来提升自我价值 这种行为既不成熟也不健康 我们应该学会识别这类行为 并在日常生活中尽量远离这些人 以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 这种行为模式的背后 其实是他们内心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 他们需要通过外在的认可来填补内心的缺失 这种行为模式不仅不健康 还会对周围的人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在识别这类人的同时 也要学会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原因 并在必要时给予适当的帮助和支持 然而远离优越感强的人并不意味着 我们要对他们完全隔绝 而是要学会保护自己 避免被他们的负面行为所影响 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心理素质 来更好地应对这些行为 从而维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 优越感强烈的人 其实背后隐藏着深层的心理问题和情感困扰 他们通常在成长过程中 经历过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 这些经历导致他们内心缺乏安全感和自信 这些人试图通过显示优越来掩饰自己的弱点 这种行为模式既不健康也不成熟 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 这些人往往在童年时期遭受过忽视或者过度批评 这些经历在他们内心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们可能在家庭中感受不到关爱和支持 导致内心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 这种自卑感在成年后表现为过度的优越感 因为他们需要通过外在的认可和赞美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这些人不断努力和奋斗 希望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可 以此来提升自我价值 然而 这种方式往往让他们感到更加疲惫和焦虑 因为他们的自我价值完全依赖于外界的反馈 而非内在的自我肯定 此外 优越感强烈的人通常缺乏真正的自信心和内在的安全感 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没有稳定的认知 因此需要通过贬低他人来显示自己的优越 他们在内心深处其实对自己充满了怀疑和不安 这些负面情绪需要通过外在的优越感来掩饰 这种心理状态使得他们在面对挑战和压力时 无法保持冷静和理智 往往会采取极端的行为来维持自己的优越感 这些人也可能缺乏有效的情绪管理和应对策略 他们在面对压力和挫折时 往往无法调适自己的情绪 而是选择通过显示优越来掩饰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这种行为模式不仅对他们自身造成伤害 也会对周围的人造成负面影响 长期下来 这些负面情绪会累积 最终可能导致心理健康问题 如焦虑症和抑郁症 优越感强烈的人在日常生活中 对他人的影响通常是负面的 他们的行为方式会让周围的人感到压力 不适合被贬低 这些负面情绪会逐渐累积 对人际关系造成严重损害 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心理上的 还会延伸到工作 社交和家庭等各个方面 在工作场所中 优越感强烈的人会给同事和下属带来巨大的压力 他们常常在会议中插话 强调自己的意见 无视他人的贡献 这会让其他员工感到被忽视和不被尊重 这种行为会削弱团队的凝聚力和合作精神 最终影响整个团队的效率和成果 同时 这些人还会在上司面前不断炫耀自己的成就 试图获得更多的赞美和认可 这会引起其他同事的不满和嫉妒 进一步加剧工作环境的紧张气氛 在社交场合中 优越感强烈的人往往会让朋友和熟人感到不适 他们喜欢谈论自己的成功经历 无论是工作成就还是个人生活中的亮点 都会被他们不断强调 他们对他人的生活选择和观点缺乏尊重 经常贬低他人的价值和成就 这会让周围的人感到被贬低和不被认可 这种行为会导致朋友关系的疏远 甚至破裂 因为没有人愿意长期与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交往 在家庭中 优越感强烈的人对家人的影响尤为严重 他们常常强调自己的付出和贡献 要求家人对他们表示感激和敬仰 这会让家人感到压力和负担 这些人对家人的需求和意见缺乏耐心和尊重 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这会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和不和谐 长期下来 这种行为会对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甚至导致家庭关系的破裂 优越感强烈的人对周围的人造成的影响通常是负面的 他们的行为方式会让周围的人感到压力 不适合被贬低 这些负面情绪会逐渐累积 对人际关系造成严重损害 为了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 我们应该学会识别这类人的行为 并在必要时选择远离他们 同时我们也应该提升自己的心理素质 避免被这些负面行为所影响 从而维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 层次低的人常常表现出一些显而易见的行为特征 这些特征让他们在社交场合中显得格格不入 并且难以获得真正的有意义和信任 他们的行为方式不仅反映出内在的缺陷 还对周围的人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些特征包括缺乏同理心、尊重和包容 这些人经常缺乏同理心 无法站在他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 他们在与人交往时 往往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和需求 无视他人的困难和痛苦 例如在工作场所中 层次低的同事可能对他人的工作压力视而不见 只一味追求自己的绩效和成就 这样的行为会让周围的人感到被忽视和不被尊重 长此以往 谁会愿意与这样的人合作 互分享内心感受呢 此外 层次低的人通常缺乏基本的尊重和礼仪 他们在与人交流时 经常表现出对他人的蔑视和不屑 无视他人的意见和感受 试想一下 在一个聚会上 有人不断打断别人 强调自己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 这样的人是不是让人感到极为厌烦 这种行为不仅让人感到不适 也会损害他们自身的形象和人际关系 尊重他人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 而层次低的人往往忽视这一点 包容性的缺乏是层次低的另一个明显特征 他们无法接受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和生活方式 对意见者常常抱有偏见和敌意 在公司中 这样的人可能会对新来的同事或不同背景的人抱有成见 甚至公开贬低他们 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团队的和谐 也让他们自己陷入孤立和排斥的境地 为什么有人会选择这样狭隘的生活方式 而不是试着理解和接纳他人的不同呢 这些层次低的具体表现 让他们在社交场合中难以获得真正的友谊和信任 人们不愿意缺乏同理心 不尊重他人 缺乏包容心的人交往 因为这样的人只会带来负面能量和压力 与此相反 真正有层次的人会展现出谦逊和尊重 懂得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 这样的人才能建立深厚的友谊和信任 在家庭中 层次低的行为同样明显 他们可能会在家庭成员面前表现出控制欲和支配欲 对家人的意见和需求漠不关心 例如 家中的某个成员总是强调自己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 无视其他家庭成员的感受和需求 这样的家庭生活会有多少快乐和和谐呢 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了家庭成员的情感 也破坏了家庭的和谐 反观真正有层次的人 他们懂得如何与家人相处 尊重每个人的意见和需求 这样的家庭生活才会充满爱和理解 这也提醒我们 在与人交往时应该注重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和层次 学会尊重和包容他人 这样才能建立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 识别优越感强烈且层次低的人 对于维护我们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至关重要 这些人通常会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来加以辨别 优越感强烈的人常常表现得自我中心 话题总是围绕着自己 他们喜欢谈论自己的成就和优点 无论是在学术 职业还是个人生活中 总是试图让自己成为焦点 在一个社交聚会中 你是否遇到过那种总是谈论自己 无视他人感受的人 这样的行为很容易让人感到厌烦和疏远 这些人对他人的意见缺乏耐心和尊重 当别人提出不同的观点或建议时 他们往往会立刻反驳 甚至不屑一顾 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 这样的态度让人感到不被尊重和贬低 在工作中 这样的同事会对团队合作造成极大的困扰 因为他们无法接纳和尊重他人的意见 这会导致团队的沟通和协作出现问题 此外 优越感强烈的人常常炫耀自己的成功和成就 并且喜欢贬低他人 他们会在各种场合中强调自己的优越 无论是学术成就 职业成就还是个人生活中的亮点 都会被他们不断强调 这种行为不仅让人感到反感 也会损害他们自身的形象和人际关系 你是否曾经感到有人在不断炫耀自己的成就 让你感到被贬低和不被尊重 这样的行为无疑会让人感到厌烦和疏远 层次低的人通常缺乏基本的社交礼仪和情感智慧 他们在公共场合可能会大声喧哗 对服务人员态度粗鲁 这些行为都显示出他们对他人的不尊重 这样的人在社雕场合中很容易让人感到不适和压力 长此以往 谁会愿意与这样的人交往呢 另一个识别这类人的方法是观察他们对待他人的方式 优越感强烈且层次低的人 通常对待他人冷漠无情 缺乏基本的同理心 他们无法理解和关注他人的感受 对他人的困难和痛苦视而不见 这样的人在与人交往时 会让周围的人感到被忽视和不被尊重 你是否曾经遇到过那种对他人的困难漠不关心 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 这样的人无疑是层次低的具体表现 我们还可以通过他们的行为模式来识别这类人 这些人通常会在遇到挫折和压力时 表现出极端的行为和情绪 他们无法冷静和理智地面对挑战 而是选择通过显示优越来掩饰内心的不安和恐惧 这样的行为模式不仅对他们自身造成伤害 也会对周围的人造成负面影响 你是否注意到 有些人在面对困难时 总是选择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 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层次低的表现 优越感强烈的人 其实在给自己设置了无形的枷锁 这种情况并非单单对他人有害 对他们自身的发展和心理健康 也会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 他们在追求外在认可和赞美的过程中 往往错失了自我成长的机会 甚至可能陷入无法自拔的焦虑和自我怀疑之中 优越感强烈的人在追求优越感的过程中 会忽视自我反省和改进的机会 他们过于专注于展示自己的优越 导致无法客观地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在职场上 这样的人可能表现为无法接受见识性的批评 拒绝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 最终错失了提升自己专业技能的机会 这种行为模式长期下来 不仅限制了他们的职业发展 还会让他们在职场中陷入孤立 因为没有人愿意与一个无法合作和进步的人共事 此外 这些人对外在认可的过度依赖 会让他们的情绪波动不定 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完全建立在他人的赞美和认可之上 当这些外在的支持减少或消失时 他们会感到极大的焦虑和不安 例如 一个总是寻求上司和同事赞美的员工 当面临业绩下滑或工作失误时 可能会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和焦虑之中 无法有效地面对和解决问题 这种情绪上的不稳定 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工作表现 也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优越感强烈的人还可能因为过度关注自己的形象 而忽视了内在的需求和感受 他们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护自己的优越形象 无论是在外表 物质享受还是社交地位上 他们可能会过度消费 甚至负债累累 只为了维持一个表面的光鲜形象 这种生活方式最终会让他们感到疲惫和空虚 因为他们的内心并未得到真正的满足 反问一句 这样的生活方式真的能让人感到幸福吗 事实上 优越感强烈的人往往无法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无论他们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 获得了多少外在的赞美 内心的空虚感依然难以填补 这是因为他们的幸福感完全依赖于外在的认可 而非内在的自我认同和满足 当外在的认可减少或消失时 他们会陷入深深的失落和痛苦之中 优越感还会让人们错失与他人建立深厚关系的机会 这些人往往过于专注于展示自己的优越 而忽视了与他人真诚交流的机会 他们可能拥有广泛的人脉 但这些关系往往流于表面 缺乏真正的情感联系和支持 当他们面临困难和挑战时 可能会发现身边缺乏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朋友和家人 这种情况最终会让他们感到孤独和无助 无法从社交关系中获得应有的支持和力量 远离优越感强烈的人 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 这类人往往带来负面能量和压力 他们的行为方式会对周围的人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让人感到不适合压力 因此 我们需要学会如何识别并远离着类人 从而保持自己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 首先 远离着类人可以减少我们所承受的压力和负面情绪 优越感强烈的人往往通过贬低他人来提升自我价值 这样的行为会让我们感到被贬低和不被尊重 在工作场所中 这样的同事可能会不断的挑剔和指责我们的工作 让我们感到压力重重 在社交场合中 这样的朋友可能会不断的炫耀自己的成就 让我们感到自卑和不安 这种负面情绪会对我们的心理健康造成极大的伤害 长期下来 甚至可能引发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 远离着类人还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 真正有层次的人懂得如何尊重和包容他人 他们会在交往中展现出谦逊和善意 与这样的人相处 我们会感到被尊重和支持 从而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反观优越感强烈的人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需求 无法真正关心和理解我们的感受和需求 与这样的人相处 我们会感到孤独和无助 难以从人际关系中获得应有的支持和力量 另外 远离优越感强烈的人 还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内心的平静和自信 这类人往往会通过贬低我们来抬高自己 这会让我们感到自卑和不安 然而 我们需要明白 我们的价值并不需要通过他人的认可来证明 我们应该从内在寻求自我认同和满足 而不是过度依赖外在的赞美和认可 远离这类人 我们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和发展 从而提升自己的层次和自信心 有人可能会问 这样的远离是否会让我们失去一些人际关系 事实上 这样的远离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隔绝与这类人的接触 而是要学会保护自己 避免被他们的负面行为所影响 我们可以选择与那些真正尊重和支持我们的人建立深厚的关系 从而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远离这类人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他们完全无情无义 我们可以在保护自己的同时 给予他们适当的帮助和支持 毕竟 优越感强烈的人往往也是内心脆弱和缺乏安全感的人 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而不是一味的排斥和拒绝 然而 我们在帮助他们的同时 也需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避免被他们的负面情绪所影响 要提升自己的层次 关键在于自我认知和内在修养的提升 首先 我们需要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有深入的了解 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才能够针对性的进行改进 这不仅仅是指专业技能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心理素质和情感智慧的培养 阅读是提升自身层次的有效途径之一 通过阅读各类书籍 我们可以扩展知识面 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 选择一些经典文学 哲学 心理学等领域的书籍 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人性和社会 提升自己的思维深度和情感智慧 例如 读一读庄子 可以帮助我们学会如何看待生活中的得失 读一读理想国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和美德 这些书籍中的智慧 能够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时 更加从容和自信 除了阅读 参加各类学习班和培训 也是提升自身层次的好方法 无论是职业技能的培训 还是兴趣爱好的学习 都能够让我们在不同的领域中 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 拓展自己的视野 例如 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语言能力 还能让我们更加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 增强我们的包容心和同理心 这样 我们在与不同背景的人交往时 能够更加理解和尊重他人 提升自己的人际关系水平 与此同时 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也是提升自身层次的重要方面 心理学研究表明 积极乐观的心态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 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 提高我们的心理弹性 因此 我们需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 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例如 可以通过运动来释放压力 增强体质 可以通过冥想和瑜伽来平静内心 提升自己的心理素质 这些方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 保持健康的身体 还能让我们的内心更加稳定和强大 此外 与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人交流 也是提升自身层次的好方法 通过与他人分享经验和观点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新的知识和见解 拓展自己的思维 例如 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或志愿者服务 可以让我们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人 增强我们的社交能力和情感智慧 这样 我们在面对不同的情况时 能够更加灵活应对 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最后 我们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反省和总结 定期回顾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总结经验和教训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 找出需要改进的地方 例如 可以每天晚上花几分钟时间 回顾一天中的得失 思考如何改进和提升自己 这样的习惯 能够让我们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逐渐提升自己的层次和修养 提升自身层次 远离优越感强烈的人 最终需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步骤上 这些步骤可以帮助我们 更有效地达到目标 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 以下是一些实际行动步骤 供大家参考 第一步 我们需要学会识别 并远离那些优越感强烈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 来辨别这类人 例如 总是贬低他人 炫耀自己的成就 对他人的意见缺乏耐心和尊重 这些都是优越感强烈的表现 当我们识别出这类人时 可以选择减少与他们的接触 避免被他们的负面情绪所影响 第二步 我们需要积极提升自己的心理素质和情感智慧 这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一些心理学知识来实现 例如 我们可以学习如何进行情绪管理 如何增强自我认同感和自信心 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 此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参加一些心理辅导或工作方 来提升自己的情感智慧和人际交往能力 第三步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学习习惯 通过阅读各类书籍和参加学习班 我们可以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 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 例如 可以选择一些经典文学 哲学 心理学等领域的书籍 这些书籍中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性和社会 此外 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和兴趣爱好 也能够让我们在不同的领域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 第四步 积极参加社交活动和志愿者服务 通过与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人交流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新的知识和见解 增强自己的包容心和同理心 例如 可以参加一些社区活动 读书会或兴趣小组 这样可以让我们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人 拓展我们的社交圈 同时参加志愿者服务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社会责任感 还能让我们的内心得到更多的充实和满足 第五步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的心态 这可以通过运动 冥想 饮食和睡眠等方面来实现 运动可以帮助我们释放压力 增强体质 冥想和瑜伽可以平静我们的内心 提升心理素质 保持均衡的饮食和充足的睡眠 则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保证 这些方法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健康的身体 还能让我们的内心更加稳定和强大 第六步 定期进行自我反省和总结 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 找出需要改进的地方 例如 可以每天晚上花几分钟时间 回顾一天中的得失 思考如何改进和提升自己 这样的习惯 能够让我们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逐渐提升自己的层次和修养 最后 我们需要不断实践和改进自己的行动计划 在实践中 我们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 这些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 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接受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 不断改进自己的行动计划 这样才能够在不断的实践中 提升自己的层次和修养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